往前去傾斜倒下去的 所以代表說你的底板太低了 那如果說你這個底板太高的話 你往後推太高的話 那你的相機就會往後的去倒下去 這就代表說是底板太高了 那就是在這之間找到一個中間值 就是相機不會往前倒也不會往後倒的地方 就是我們這個上下底板的配置的地方 好 然後先鎖起來 好了以後呢我把機器打成正的 像我現在放開的話它是往後傾斜 所以說代表說我的這一個底板太後面了 那太前面的話它就會往前倒 它就會往前倒 一樣找到一個中間值 就是讓它不會往前也不會往後的地方 OK 這樣好了以後鎖起來 這兩個馬達軸如果你做到100分的話 你的機身會呈現擺這個角度 它就停在這個角度 擺這個角度就停在這個角度 那假如說做到八九十分的話 就是你擺成這種斜角度 它會慢慢的甩回到正中間 那越大幅度的甩動 就代表你的分數越低 那假如說是這樣連續來回的大幅度的甩動的話 這是不能使用的配重 所以說盡量的話就是要配到這樣子 擺哪裡停哪裡的狀態 再來 剛剛很幸運的 就是要調整左右的話 我剛剛推出來的位置剛剛好 現在就是水平的 那假如說沒有水平的話 會呈現什麼狀態呢 像我現在這裡把它往內推的話 它會往右邊倒 那假如說太左邊的話 它會往左邊倒 那一樣在這之間找到一個中間值 它就是不會往左也不會往右的地方 就可以把它鎖起來了 ok 這樣基本上 我們上面的三個馬達軸都已經成功了 然後絕大多數的人在這裡就會直接開機使用 因為看起來都是正常的了 但是有時候當你沒有配最底下這個馬達軸的時候 你在做這種低角度的時候 馬達會有甩動跟抖動的現象 那就是這個軸沒有配好的原因 會去出現這種狀況的 那這個馬達軸要怎麼配呢 基本上來說 我們都會把它擺成這個平的狀態 然後你看到說我把它擺平了以後 我現在把這個桿子往上抬 你會看到是我的機身先離開了地板 然後它的後面馬達還是在底下 那就代表說我現在這個桿子 這裡 太前面了 那假如說我往後推的話 你會看到說是我的桿子先起來 我的桿子先起來了 然後我的機身還在底下 它不會動 一樣這之間就是找到一個中間值 就是讓你的機身跟你的桿子 是差不多同時間的離開地面 像現在還是桿子先 那我就是要再往前推一些些 像現在換機身了 那就是代表說我又推太前面了 還是機身 好差不多同時間離開地面了 所以說就是這個點是我要的 那我就把它鎖起來 這樣子配好了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去開機了 那我個人會習慣說再檢查一次 螺絲有沒有鎖緊 以免就是你在使用的時候 不小心滑動掉配重整個都跑掉了 OK 螺絲都確認好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去開機 那像有些機身 它是可以去做連線控制的 就是可以接線材 那我們就可以先接上去 那我剛剛有一個錯誤的地方 就是我沒有先接線材再去配重 所以說接了線材以後會影響到一定的平衡值 所以你就是要重新再去做一些微調整 雖然線材不重 但是還是會有一點點的微小差距 那假如說有要求比較完美 或是想要高省電的人的話 就是要接到比較 先可以先接線材再去配重 這樣好了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開機 長按電源鍵到馬達出力以後 或是這裡出現LOGO以後 就可以放開等它去運作 然後相機也打開 然後這樣接上去以後 你就會看到說它有連線到 因為有在供電 那基本上因為它搭配的這顆鏡頭 是18-135 那我剛剛去查它網路上的搭配列表 是沒有支援電子根膠的 那如果想要知道哪一顆鏡頭 有電子根膠的話 就是可以去它的原廠上面 查詢它的 WebOS的相機搭配控制列表 是的 米燈 嗯 嗯 谢谢观看